我先請教一下那個捷運局 剛剛可不可以打出那個達林寺的捷一 那現在說到所謂的出入口 那地主他同意嗎 因為我剛剛印象說 你說是不同意被徵收嗎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打一下這個達林寺的捷一 你們現在已經說到最小的範圍 那這一塊聽起來就是說讓市地主去整理 我能夠了解 那這一塊地主他們同意被徵收嗎 我剛剛聽到說 不同意 對嘛反對嘛 我剛剛聽到是這樣 那不同意 這還有嗎 沒有 現在不是只剩下這一塊嗎 誰願意徵收啊 那這一邊的分析 我剛剛聽起來是 對可是融機加一加加一加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的所謂的一瓶換一瓶 可是比原來的稍微好一點嘛 對對對 就是說 就說是比原來工廠好一點點 可是並沒有辦法全部都是一瓶換一瓶 我是先釐清這一些的請 請教一下 這個融機 融機獎勵那0.5部分 是不是有包括都更的這樣 沒有 那就好 因為 那如果 我是擔心如果到 包括都更的話 那可能會有都更審議的問題 那這個時間會多很長 那這個時間會多很長 那沒有就好 就是全狀登記 全狀登記 應該是全狀登記的 應該是全狀登記的 不是食品 對不對 這個恐怕當然要有一個人 所以各位委員好 我們各位那個市民 我是這樣子一個想法 因為這個案子 好像我 大家來報告三四次 我也聽了三四次 那 都非常理性 然後把自己的這個都承請出來 那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 這個捷運連開 基本上 就是 不是必然說一定會要連開 這個是 我是在想事情是可以從那個 比如說最右端 就是最左端 這樣子兩邊來看 一個就是說 我就是只有徵收 我需要的機電 通風口 出入口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既然花了一百 這個多 一瓶差不多 一公里大概六十五億 現在是全 全國 全中華民國最貴的 一瓶 一公里是六十五億 所以應該是 這個錢大概 假如沒有辦法節省的話 那就是要擴大它的那個外部效果 那就是說 能夠藉著捷運以後來帶動旁邊的都市發展 我以前也是這麼講 那大概這個 半年前 永康 永康街站 還有這個向山 縣 這些 通通都開通以後 哇報紙一天到晚都說那個附近的 房價 租金是多高 那個都是美麗的遠景 那現在就是說 另外一端就是說 大家都來連開 不過在這裡 我的一個看法是這樣子 如果說能夠連開的話 是最好 可是現在就有 比如說一瓶換不了一瓶 還有那個有四種那個土地持有的那些狀況 那我現在想那個邵哥長你在這裡 我前兩天跟你請教 跟你借資料 我們台北市 現在那個 像花了這麼多錢做連開 如果說 捉金見軸還有差一點點 那現在我們都是在那個 既有的容積就是住山嘛 然後用那些什麼連開啦 什麼更新啊 想盡的腦子就是去擠那個多出來的 那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們現在還有將近差不多一萬公頃 一萬公頃的樓地板面積 是法定上畫的 但是沒有被用 因為都畫在全台北市的各種這個土地使用分區上 那拿一些出來用 那拿一些出來用 是會有什麼 他們我要說服他們 不要那麼簡單 我只是在想說 你拿出來用 然後甚至 你多拿一點用到這地方 因為一公頃花了六十五億 我將來多蓋一倍以後 把這些地面上 通通都收成這個 比如說 現在你蓋了以後 比如說是十五層十六層 你蓋個三十層 然後地面容積 這個建幣率啊 縮小 都是綠地 大家就住高一點 我的意思是 總是要有一些 一些 一些辦法 不要說 我這個什麼東西 我都不動 那他們 就是那個差一點點的 我們用這種方式來解決 其他多出來的 即使再多了一倍的容積 是我政府有的 我市政府有的 我來賣那個容積以後 你們現在要連開 我賣了以後 那個東西都我政府回收 我甚至還可以 規定這個一百多億 這是一個香港的一個 一個連開開發的一個 顧問公司人 他跟我講的 他也是我們台灣人 他說 我們這個美國公司 到香港來做的時候 你要五毛我給一塊 請你趕快搬走 然後呢 我蓋了以後 我通通都賺了 你們要的條件 我都滿足你 我說 我說你們是殖民地 這個不一樣 我們 我們不是這樣 但是我是覺得 如果你 你那個大線 不稍微把那個螺絲鬆脫一點 我是覺得我們那麼多的市民 大家真的是幾年來 真是煎熬 而且我們也看不到園景 剛剛也有好多 你希望的園景 最無奈的就是說 你就去人行道上來蓋 那大家是不是還要看到說 我們投資這麼多錢 那全國其他的地方的中南部的民眾 都流水 就是說你們是天龍國 拿這麼多 這個裡面有50%的補助 是中央補助 是全國的稅金 這個大家不要 不要以為 這個都是台北市政府出的 這個都是全國是 交通部的補助款裡面 有一半 所以我們應該趕快趁這個機會 把這個錢賺到我們台北市來 大家這個浪 這個都是家家有本難念的金 所以我就認為 那你還有一萬公頃 我剛剛算了幾個零 是這個九千多萬這個米平方 那這個東西你沒有用 那就是這個機會就拿出來用 那少部長我是覺得 你們是守土 守龍機有責 所以可能你不太會贊同我的想法 不過 我們這些理論 這些什麼東西 你就不要怕嘛 你就這樣 然後這個地方如果出來以後 將來 這一條線是不得了 創造的價值 你透過稅金 打大算盤 那他們每一個人其實只是 為他一輩子的方寸之地 再爭取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假如今天我是其中的一戶 我也是 這是我第一點 那最好不要走到說 只有我要多少地 我就去 我就去做 那即使像剛剛那個地方 我也不贊成說 其他人好像都怎麼樣 為什麼你來爭我的地 好像我們也有道理 那他也會請你說 那你就畫到 不要畫在我的地 你畫到別人的地 那這樣子都做不到嘛 所以我是覺得 我也不贊成說 那我最差的 我就是徵收你的這一部分 那這情何以看 所以我想這個人情上面 就我想 我是從兩極來思考 那另外就是說 捷運局剛剛聽來的好像 還要做那個說 原來可以蓋多少的停車位 多少的機車位 我也不太懂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是 是你們的責任嗎 我們蓋了捷運 甚至連地面的公車都應該 路線都搬次啊 什麼路線都還要減少 這個在國外就這樣 我們教科書你們教授都教我們這樣子啊 就是說做了這個公共運輸以後 相同的路線的公車路線都要減少嘛 那這樣大家才會去使用捷運啊 可是我是覺得假如說是這樣子的話 那為什麼你們蓋這個地方 已經這個桌巾建築了 還要去供應什麼 什麼機車位 什麼停車位 好像什麼原來一百位 後來減成三十幾個位 好像有點可惜 我覺得 我覺得在 在這個非常艱巨的這個情形之下 這些東西 還有沒有這個餘地啊 這個是第二 第三點喔 那個穿越 這個地下的路線 我是建議你們應該讓那個 剛才喔 這個也有這個 我們的那個市民啊 他們可能喔 是不是 可能不是不了解啦 不過如果今天在我家 這個地下 好像有這個隧道通過 我可能就好像 這個每天也是不太那個 可是我的記得是 這一條線的中正紀念堂那邊 金歐商職的底下 還有到了那個 信義路過了那個頂太風 永康街以後 轉到那個 新生南路的時候啊 到台北科技大學這一條線 下面都是啊 你就把那個圖要打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你地下是 多少公尺嗎 是不是地下二十公尺 底下或是怎麼樣 然後也讓他們大家 這是有一個了解 我對這一點喔 我是覺得 我對建議有信心啊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是 是在施工技術上 應該是沒有問題啊 那我 我第一個一個是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裡如果是末端站的話 你列車進到這個轉彎的地方 你速度當然不能維持 那個什麼四十公里每小時啊 你就慢慢的 那這樣子的話 那個轉彎半徑也許就 就不必那麼大 這個是從正反這樣子去思考 這是這個第三點 那我 我是最後我還是覺得說 我們今天 既然是連開 不是絕對必要 那大概就是說 你那個 剛剛我說了 也有那個堅決反對的 不管你什麼理由啦 反正我就不要的 那就 就剔除嘛 那只好這樣子嘛 因為 因為你還是要謀求比例原則 讓那個絕大部分願意參加 也很高高興興參加的那一部分 那 固然能夠全部的接鍋 都整個來一起開發是最好啦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想我們台北市 這個 也有很多這個接鍋 其實也是 不同的面貌 不同時代 蓋的都湊在一堆 大家好像也都很習慣這樣子 那這個一下子水準 可能也不要那麼高到那個 那個整個接鍋這樣子去開發 啊好像變成你們那個 捷運機也變成像超大建商一樣的 都要把所有的地 通通都都把人家都都都都一起 弄入你們的連開 我每次都說 欸我們出啦 你們是大建商啊 對不對 不必啦 這個不是那個什麼 什麼哪一家公司說 哇那個每一塊地 山根拜 半夜都是要找你這個加入 這個我覺得也不要到那個地步 那所以 我覺得務實最重要啦 然後看看永康街那一帶 開通以後整個的價值高了 稅收也增加 老百姓也高高興興的 那這種事情如果說 我們這個大家 這個不去把它促成 那最後當然 這個全部都輸嘛 那這個太可惜了啦 好不好 所以我是借以這個案子 看看主席能不能說 就就 這只有我的意見 其他人看看 那這個案子 說實在 已經換了三個 三個副市長 換了不曉得幾個局長 說不定年底都 都又要面臨類似的問題 那我是覺得是趕快定案 其實最好 那這個地方 剛剛那個公民記者講的那些 其實 也是一種意見 我們還是應該要 要重視 不過這個已經 前面的線已經有了 到末端 沒有 而且我還會覺得 如果你這一個末端 其實應該是 拉到去跟南港 鐵路 連結起來 你這一個整個 路網的那個價值 就高了 因為從基隆一路下來 到了松山南港那一帶 就分 藍線 好分 好幾條線 像那個魚尾巴 這樣子一直過來 整個這個都市 這個東部的 這個地方 我建議你們是這樣 你到這個地方 就忠實 這樣 或者跟今天沒話 我再確認一下 因為 是